你講的有一個人 就是柯文哲 朱立倫 侯友宜本人 還有金普聰 黃珊珊 這談判代表 還有黨主席 還有發言人 還有戴宇文 還有子澤 線很多條 可是你要注意 我們跟柯文哲說的 你親身聽什麼 柯文哲說他最近有跟侯友宜見面 沒錯 遠見雜誌 他有一個論壇 他有見面 一個界面 對 柯文哲的認知作戰 他有見面 他沒有說 他沒有見面 至於見面講什麼 他就沒有說 然後國民黨也很錯愧 國民黨說最近有見面 最近是最近半年 還是最近一年有見面 然後大家講好 不可以對外講 我告訴你 柯文哲說 不可以對外講 他一定會對外講 我告訴你 你不要跟別人說 你不要跟別人說 是我叫你不要跟別人說 這就是柯文哲的邏輯 所以柯文哲現在說 然後柯文哲就主動提了一個 說什麼法國 德國 他說要成立一個選舉協調委員會 政黨協商委員會 國民政黨聯盟 酬組委員會 下個禮拜四公佈 他又招出這麼多名 你知道嗎 我說國民黨你不是空空 你真的深入研究這個 你就去騙了 他現在讓國民黨 就又陷入到這些名詞的 這一個討論 我請問我們在討論說 什麼黃珊珊叫金睦聰 他們四個人見面 在討論說這四個人的代表 要不要換人對不對 結果柯文哲說沒有了 我已經叫主力論 叫好友他講過了 其他這些人是都要唱起來 他們都要人人人怎樣 然後那個發言人說 你趕快接受民調 我現在公開建議你們 最近我想出來一個方法 那你們可以趕快進入 都不要再忘記了 第一 你們就直接做民調 兩個人差距沒有超過五趴 就進入金睦聰的第二階段 就開始擺在什麼民主初選 如果有一個人民調超過五趴 那你們民調初選就不用了 這樣比較快 不然你們這樣討論 實在不是辦法 不過我要提醒國民黨 國民黨你們叫柯文哲 講話都要注意 他都要討論 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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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不要跟別人說 一定別人說 所以柯文哲說的這些東西 真的國民黨 你如果要陷入到柯文哲 講的這些什麼 有的沒有的委員會 你就會被柯文哲騙 然後柯文哲其實已經轉身離開 但柯文哲現在說 如果要談合作的話 主力是國民黨 這算不算是柯文哲退了一步 主力是國民黨 是因為那個 其實如果要組什麼聯合內閣 民眾黨 除了要民眾黨 靠掉了民眾黨 你連會出名 包括發言人 不會超過二十個 我們中央部會四五十個 包括次長 包括什麼五六千個呢 五六千個可以動用的 因為民眾黨沒那麼多人嘛 所以國民黨 最終要派出 我看來應該要派出五千八百的 來執政嘛 民眾黨兩百的 民眾黨要揪兩百的就很困難 所以柯文哲講的話沒有錯 不過今天趙少康又提出來要公開分章嘛 你說什麼柯文哲做總統嘛 國台銘做副總統嘛 侯友宜可以自己當隔魁 也可以建議隔魁嘛 趙少康你很不意思 你如果侯友宜做隔魁就做隔魁 你還說侯友宜可以建議隔魁 你又看不起他 很不意思 而且這個是屬於公開的 這樣的一個權利上的分配 都沒有繼續談理念 國民黨不是說要談理念 先談理念 再來談後面的那個 那個那個大家怎麼樣做民調嗎 為什麼現在又跑出來 先談權利的分配 後來才談理念 但是我最後還是提醒 你不能親才叫柯文哲的記憶 尤其是看了柯文哲 你人要趕走 不然他會說 他那天那天我有跟他見到面 而且我們兩個人是在小房間 為什麼因為遠見研討會論壇進行 那貴賓都會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所以他那時候他又沒有說謊 他說他今天有朋友坐我的旁邊 我們還在小房間聊了一下 聊了一些內容 那就有很多想像空間 所以這是假消息嗎 郭他會去讓柯文哲 可是不會是十月底 因為對郭台銘來講 他想要看到是說 他連署衝到最後面 递出去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慶祝行情 而這件事情到十一月中的時候才會發現 所以對郭台銘來說的話 他沒有任何動機 在十月底的時候跟柯 談完這樣一個整合 那郭台銘他原本在跟侯友宜 在國民黨那個時期 他也是很想選 可是他就已經一直看民家都老式 你一直看老字老看久了之後 潛移默化你就覺得我應該選不上 可是你看賴佩霞現在國籍問題看起來真的解決了 是不是有一絲希望 不是你不要笑死人 國籍問題是最基本的耶 那不是一個加分題 那是不要被扣分題 其他幾個候選人 誰的副手可能會沒辦法選的 就只有郭台銘而已 結果我說我斑塊一開石頭之後 我突然間就變超跑了 也沒有嘛 所以對於郭台銘來講的話 賴佩霞這件事情 他只是展現出 他這個還有想要參選到底 他的辦法談判成本好拉高 你看他寫的文章寫什麼 師比壽更有夫 然後提到說我可以去當李國錦 我當孫韻璇 意思是什麼 叫柯文哲去當蔣經國 然後我來去當孫韻璇 我去當產業的國師 那你說柯文哲你去當總統之後 我的什麼產業政策啊 申科啊 這個什麼 這個電動車啊 你盡量配合 我們這個產業的這個發展 這個是對於郭台銘講 現在這階段所要的 其實柯文哲要的 因為柯文哲現在一個人身兼兩腳 他同時尬兩出戲 一出戲叫藍白河 另一出戲就是郭柯佩 那藍白河這場戲裡面 他被國民黨認為就是一個反派 整天在那邊扯後腿 要談不談的啊 很討厭 可是他在柯郭這場戲裡面 他是第一男主角 偶像巨重男主角 他演得可開心 那我當然要去那邊當男主角 對啊 他覺得 他跟郭台銘之間彼此的粉絲 比較相似 結合在一起 紀錄一高 而柯跟侯之間 其實互相不爽的 這些支持者很多 有一些呢 這些國民黨人就覺得柯文哲很壞 然後柯文哲的柯粉 有些就是討厭國民黨起家的 所以他們合在一起 反而一加一小於二 因此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是絕對不可能去跟國民黨和 現在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跟郭台銘身上 但是他要等 他放這個話 就是給郭台銘一個訊息 是說啊 我願意呢 這個跟你合啦 那希望能夠十月底 那但是以郭台銘的立場 大概要拖到十一月中 是有各自的算計 柯文哲最近兩面手法非常明顯 一方面呢 對藍營講說 我們要來組聯合的內閣 然後要整個要組閣 這相關來談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柯文哲 感覺也跟郭台銘在談什麼 立委的席次 這代表什麼意思 柯文哲現在跟國民黨 尤其是跟侯友宜為主的金普聰 感覺談得有點卡卡的嘛 所以現在兩邊 除了前面大家有分析的 就是說各自都在為 如果談失敗之後 做理由以外 其實也都在算另外一步了 什麼意思 柯文哲這幾天 傳出說 好像有跟朱立倫見面 對不對 他自己講出來的嘛 但朱立倫剛剛也證實了 真的有見面 這代表什麼意思 國民黨是不是戰略有改變 國民黨之前是丟給金普聰去談 金普聰會以誰的利益為主 以侯友宜的利益為主 可是國民黨的利益 是不是等於侯友宜的利益 我覺得這個是接下去 要值得看的一個重點 因為今天離時間越來越近 而且壓力越來越大 時間點離11月20 只剩下今天開始算剩一個月 所以我為什麼之前講10月底 這個時間這麼的重要 講10月底 國民黨不是亂講的啦 如果我們兩邊真的有默契 任何一黨 不管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甚至說是柯文哲跟郭台銘 誰都一樣 你要敢在11月20到24號登記前 很多前置作業要做 所以時間是來不及的 前面講的那個什麼民主出民主初選 那個搞不懂金普聰那什麼方式 又只剩時間了 你在不要講10月底 這一個禮拜如果沒有什麼結果 就今天禮拜五了 就不可能 時間就怎麼弄啦 所以一定要走民調 最後國民黨很有可能有一種狀況 會說講說我釋出善意 願意接受民調 大家來談民調 這都是有可能的 就繼續拖下去 沒辦法拖 11月20就要登記了 所以你看沒有時間 所以真的沒時間 所以現在最大的困難是時間 而朱立倫今天拋出說 對 我有跟柯文哲在談 而且也有觸碰到總統副總統的話題 代表什麼 如果有一天真的沒談成 不是完全我的責任 我主席也出馬了 所以大家都在想著 如果談不成之後 責任不要算到我的身上 我來看 你怎麼會 我來看 你怎麼會